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我们进入今天的灵修的时段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立位记第一章的下半段 我不把经文读出来了 各位可以看字幕或者是自己读圣经 这段经文是讲到番记另外两类的记物介绍 第一是献羊之后是献鸟 和昨天比较显而易见 献羊和献鸟类那就比献牛要不一样了 就是在价值上很大的不同 这是神关怀人物恋人的一个表达 经济能力高的可以献牛 但是神从来不拒绝比较贫穷的人的献祭 所以定规了也可以献了类 换句话说 这表达出神乐意什么样的人来亲近他 他都愿意接受 再次强调献祭不是献祭的价值的大小 而是献祭者心态的敬虔 神更看重这件事情 那么今天在讲到献羊的过程中 特别提到就好像献牛一样 要把腹脏和腿用水清洗 好多人对这段经文会有疑问 为什么要把腹脏和腿用水清洗之后 再献在坛上呢 好多学者的讨论 大概是有一个相同的看法 那就是腹脏里面有肠子 肠子里面有粪便 脚走来走去也可能踩到粪便 那么这个清洗呢 就代表着要把所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完全除去再献给神 那么这个的属灵意义就非常强烈了 今天我们献给神 是不是我们要非常慎重 我们所献的是不是洁净呢 这位圣洁的神 与以色列民一同共度他们的生活 与神同行是需要与圣洁的神 保持一个圣洁的关系 在这个献祭中再次提醒我们 当然在昨天的内容里面 第四节已经告诉我们 这些番祭的目的是为献祭者赎罪的 这个让我们了解到 耶稣基督依次献上 也是用番祭的形象来说明 祂要救赎我们的罪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 第二节讲得非常清楚 以上是我们从立位祭这段经文本身 去了解献祭的献祭的意义 不过读圣经除了从本段经文去研读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法 那就是去研究这个主题 在其他经文中 其他段落中有出现过吗 在出现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我们就找到了 番祭起码在沙姆尔记上 第七章第八到第九节提到 在那段经文中啊 献番祭是与一个人做一个慎重其事的祷告 于是献番祭有关的 在这个经文处境中给我们看见 原来番祭是表达出一个人向神这种慎重的态度 第二段经文啊 可以从诗篇六十六卷 六十六篇十三到十五节那边看出来 那段经文的经文处境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向神还愿的时候 于是他就献番祭 换句话说 番祭除了救赎的目的 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 是一个人向神代表 向神一个深邃的感恩 向神还愿 于是用番祭来代表 那么正如昨天我们所说 番祭是将祭物全然焚烧的 这个全然焚烧代表着 我们向神的感恩是完完全全 无与伦比 或者我们向神的祷告 慎重其事 完完全全全人的投入 换句话说 旧约的经文 虽然是千古以前所写 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息息相关 你说是不是 我们今天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来思考 李卫记 李卫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